很没搞清楚状况 民众也痛批 是不是白白的浪费公堂 吊桥下碧潭水流湍急 吊桥上当地居民骂翻天 因为岸边还在施工的景观设施 现在全泡在水里 冲坏去了 感觉就是木材 一些团的客戴就很不错 大家就像我们这些都要来看笑话 看这个大水来 没大水来不知道啊 大水来就知道了 花这个钱有用没有用 最多的三千万代表到水里 大大大大大 就比较漂亮 都比较多漂亮 你以言我一句 看着木桶变道就这样子被冲坏 甚至冲走 在当地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们 一个比一个还生气 他没有来询问这个地方 这个情况 他就自己拿个笔拿个纸就画了 画完之后呢 不到两个月 你看这个工程全毁掉了 我给他说 你这个冲坚路是别人在拍什么 圣泽散桥上开骂 还没验收的壁潭景观工程 大水来备受考验 吊吊桑 陈鲁黄一芬 SN小组 采访报道